馮寶寶 當年,和她老母親陳偉瑜,組香港零星旅行劇團,在北婆羅洲登臺賺錢,認真破街陷家產, 馬拉鬼沒錢買票,又要派遍給陀佩,馬打,又賣一群戲棚佩又要入睡,財政策琴見酒, 麥咀豐節多都要將機器斑樹用的鐵打油,貼張椒子做零星油,在做大戲時,退燒給觀眾。 當時,北婆羅洲基層工人多,地處山卡拉,醫療徹師缺乏, 麥咀豐節零星又被視為旁身百寶。人手一支,十分搶手,風行一時,麥咀豐即時就地配製傾銷, 那就解論缺了劇團的困境。 接著在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五, 花旦陳偉瑜又在北婆羅秋山打根醫院, 我握住了馮寶寶寶寶這件事,接著又要唱途奔走趕場。 陳偉瑜頂吾撲,三個月後, 昨天第四千馬力被冥咀豐早訂購費, 跟九星關的大春代走, 冥寶姐就由冥咀豐和旁邊的大陸大大。 豈能知道,冥咀豐這條皮兒女原來是頗要前輸, 是映畫喜樹一炮而紅。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尾, 袁亨航經理如國安,陳偉瑜, 由先後話要撐寶寶姐, 搞到冥咀豐一頭煙,三十六雀,就為上雀。 仍然是周光毅公司邀請, 大埋寶寶姐,和她毅也帶子馮薩波, 回南楊各浮翠片登台, 在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年初一至四, 還回到山大根群樂戲院登台, 順手踩出寶寶出世紀的影畫器。 過時有班觀眾問咪嘴風, 說她這隻零星又很嫩扮拉, 為何這碗沒有得賣? 她們向石禮回香港後, 咪嘴風想將零星又的經營範圍擴大, 推廣發行網, 將零星又改名寶寶寶寶, 投下大筆人指, 在觀塘設廠加工廣制, 逢寶寶登台過時, 就落舞台退銷, 怎知環境不同, 香港城有之多, 等於韓牛衝動, 數不忍清, 替不忍清, 咪嘴風上加機隻寶寶由後來堆上, 砌唔低百花油, 萬金油, 故之然無可能, 結果咪嘴風蝕到浮街陷居, 運走上, 寶寶也陷入九年多年, 趕便聊天剩 Papa, 便會溫調了, ! 》